年轻的离婚 因为我发现他出轨了 我没有做出格的事情 希望你能原谅我的过去 这么多年 于是在等待这一天 你能和我破镜成员 我也想和家团圆 我最后的一步 我现在就得考验你 我不敢买步 各位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 《为爱转身》 我是陆志瑞 各位好 我是张珊 如果您在婚姻情感中 遇到了任何的问题和困惑 欢迎您拨打 我们的全国免费报名热线 4008282233 是的 今天在节目现场 依旧有三位专家作证 为您打一解惑 首先为您介绍 心理专家雷鸣 情感咨询师文心 律师朱文雷 好的 一起进入今天的故事 我们已经离婚十几年了 我今天来是为了跟前妻复婚 我想跟她从归于好 破镜从圆 将来好好过日 她说她想复婚 我不太同意 之前的婚姻对我伤害太大了 其实这次我都不太想来 是儿子给我打电话劝我 我才同意过来的 之前的婚姻呢 我们两个有一些隔阂 有一些不愉快 主要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问题就是生活上没有秩序 东西乱放 不收拾房间 导致了我儿子的受伤 这是我们心中的主要一个心结 也是一个离婚的主要原因 我们都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但是我还认为呢 主要还是她的问题 她这个人太虚伪了 其实很多事情 并不是像她讲的那样 我觉得有我原因 但不全是我的原因 太有原因 离婚这么多年 我也没有找过别人 我心中还是有她的 这次来呢 我希望呢 大家能打开心结 为了我的儿子 为了孙子 不计前嫌 我们两个都应该 做出一些改变 希望专家呢 帮我劝劝她 她这次提出复婚 就为了面子上好看 根本就不是为了我而复婚 她如果不承认错误的话 我是坚决不会 从于跟她复婚的 对于往事 二人各执一字 前夫急于复婚 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原因 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这段关系 又将走向何方 好的 两位当事人 已经来到节目现场 接下来进入沟通时间 赵女士您好 李先生您好 李先生您好 李先生是您给我们节目组 打电话的 是 您有什么样的诉求 我主要是 想和我的前妻复婚 离婚多久了 离婚有十几年了 离婚十几年了 所以离婚十几年的时间 然后到现在 你想要来复婚的原因 是什么呢 原因是儿子结婚了 而且生了个孙子 我觉得呢 要是看孙子呢 就比较方便 因为儿子在北京工作 所以我想一起去呢 比较方便一点 所以说我想这次复婚呢 就能够 就是让家庭圆满 回归到自然的那种状态 张女士 您知道您的前夫 今天来是想要复婚的 您是什么态度 我不同意复婚 之前我婚姻当中 我受的伤害太大了 我不想再冲倒覆辙 我想问这十几年 离婚的日子 您过得怎么样 您是怎么生活的 我一个人生活 一个人 说你们都有孙子了 有在帮着带带孩子吗 带带孙子 那个孩子老了 在带不用我 所以现在孩子是在北京 您是在哪里生活 我在天津 在天津 对 所以基本上现在您过着是单身的生活 一个人 对 是不是你也觉得现在这样的生活状态挺好的 是 孤单吗 会感觉到孤单吗 不感觉孤单 那会有遇到像您丈夫 像您前夫说的那样说 哎呦 看孙子不方便 或者说 想有一个完整的一个 形式上的有一个完整的感觉 然后大家看上去其乐融融的 你有这方面的顾虑吗 那个 反正那样的话 我也挺羡慕的 挺羡慕人家一家七了融融的 挺羡慕的 但是之前伤害太大了 我就不想了 所以虽然很羡慕 但是因为曾经受过苦 就不想再重蹈覆辙了 所以十几年前的那次离婚 是给你带来了很大的伤痛吗 是 当年谁提的离婚 他提出来的 他提的 妻子提的 刚刚妻子的一番表述 让我们感觉到 好像你们曾经的那段婚姻里面 他也受了委屈 你们二位结婚多久 结婚有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离的婚 然后妻子提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原因很多 主要是 他在生活这个细节上 不太注意 比较散漫 就说这个东西 放置没有规律 不是 这个 我拦您一句 大哥 您说话特别喜欢绕 但是说话绕吧 就不招人喜欢 您看 我要跟他复婚的原因是 一起看孙子方便 我们说要复婚的原因是 当初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 我悔过了 我跟你道歉 你能不能原谅 我们说复婚的原因是 我对你依然是挚爱的 我有多爱你 这些都是复婚的原因 您跟他复婚就为了 一块看孙子方便 您跟他复婚 不是因为他 绕着一圈 不招人喜欢 而且您说 当初离婚的原因 二十多年老夫老妻 会因为东西放的 不是地方俩人离婚 您觉着您说的时候 我有耐心听吗 咱直说吧 当初为什么离得婚 那么我直接说重点吧 就是 就是由于他生活没有秩序 导致了我的孩子受伤 这个怎么回事呢 就是在1995年的时候 一个冬天 我们还住平房 这个时候呢 他烧了一壶开水 就从炉上滴下来放到地上 我那个儿子看到我呢 当年只有五岁 看到我呢 回来了呢 就奔下了 就没注意到 脚底下那个壶 然后就用这个壶 把孩子绊倒了 这壶开水 整个浇到孩子的腿上 这个孩子当时 疼的就是哭的都变了声了 我呢当时就是 爷爷懵了 他不知道去做什么 然后我把孩子 这个裤子脱下来 这一脱不当年 连皮带又全掉下来 全沾到裤子上 这个时候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赶紧开车送孩子去医院 有这样的事吗 有 那您觉得这个事 是您的责任吗 有我一部分责任 有你一部分责任 他回来我就给他去弄饭了 他回来吃饭嘛 完成后你看见 你看见你还不喊着他 你说别跑了是怎么着的 他没有啊 我也不知道那壶水是开的 我以为是凉的了 你还没做呢 看得出来啊 虽然离婚了十几年 结婚了二十多年 可是二位对于这件事情 双方都其实应该还是挺刻骨铭心的 那最终这个事情 有给孩子造成什么后遗症吗 经过专家诊断呢 是后来感染了 就是二级烫伤面低92% 那很严重啊 很严重 就是他没有汗线了 就是我那个孩子 我担心他心理上会受到阴影 比如说将来考学 包括恋爱结婚 我担心会受到影响 这个孩子从小 就是多热的天 因为这个腿伤没有穿过短裤 因为在腿上流上了比较大的伤疤 对吧 就是一直是穿残裤 而且心理上我考虑也有压力 当然虽然孩子不说 我想孩子心理负担是非常重的 所以因为这件事情 是造成了你们夫妻情感破裂 然后婚姻要离婚的原因吗 离了主要的心结 这是主要的心结 可是我刚刚我会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我问男方的时候说 有什么问题 他觉得女方不收拾啊 没条理啊 然后又造成了儿子受伤啊 心里也受到伤害啊 可是我很奇怪的是 你在对妻子提出了这么多 不满意的时候 但是离婚不是你提的 这个我觉得有点奇怪啊 是您提的 您提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说的这是孩子五岁时候 我是在孩子二十岁时候 跟他提的离婚 这是五岁的时候 对 离婚的时候是十五年以后 对 那这个五岁发生的事 影响了十五年 你为什么在孩子二十岁那年 提的离婚 因为我发现他出轨了 你为什么在孩子二十岁那年 提的离婚 因为我发现他出轨了 他那边是开出租车嘛 他跑到夜班 然后那天啊 正好我在家 他接了一个电话 看我在家嘛 他就回避 然后就没说两句就就 啊啊啊就撂了 我当时就怀疑 我就问他 我谁给他打电话 他就敷衍我 敷衍我我就特别生气 我就把他那手机拿那个抢过来了 抢过来我就看里边有那个照片 比较比较亲热那种照片 是一个人的照片 还是两个人的合照 两个人 两个人的合照 其中一个是你老公 对 另外一位是女性 对 哦看到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问他 他就不承认 他就他就说是 他拉着一个乘客 就因为这事我就打了 没承认我也没法跟你过了呗 我就提出离婚了 就为了这张照片 还有好多细节 他那个干净都谈婚论嫁了 你说通过什么觉得他们要谈婚论嫁 聊天记录吗 是 谈什么了 这个没有的事 我是说 这个情况呢 有 是我之前的一个乘客 这个情况有 但是没有这回事 您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但是有 有是有的什么 有什么 有这个情节 但是我本身没有越界 就是一个普通朋友 就是也有照片 也有聊天 也有你老婆说的谈婚论嫁 但并没有再过分的这个情况 谈婚论嫁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 你还没 照片 照片有 照片有 照片有呢 是因为他父母来天津 我包了几天车 有他父母照的 有我们两个人照的 就是有一些比较 那个近距离的照片 他呢 我为什么不给他看呢 就是说我怕他多想 实际上我没有 做出格的事情 你没有做出格的事情 那我要像你这样的 我跟别的男人那样似的 你是什么反应 你不能凭着几张照片 就能断定我外面 那我很好解李先生 就是他父母来 你不是带着他父母和他吗 一起出去玩 当时他父母是怎么看待 你们俩的身份的 或者说你是以什么身份 那天带着他们一起出去玩的 他父母呢 以为我也是离婚的 因为挺有缘分 他的父母也以为你是离婚的 这句话颇为值得玩味 他的父母也以为你是离婚的 因为他是离婚的 因为他是离婚的 所以得出了结论是 你也是离婚的 还是说你是刻意地 在他的父母面前表现得像一个 你是离婚的 要不然平白无故 就像一个单身的女人 他承认了 他是刻意表现出来 自己是离婚的 他给出了这样的信息 那我想问 那事实上当时您是 有那么几个瞬间 甚至是可能有一个阶段的时间 你是想了要离婚 然后跟这位包车的女士在一起吗 有一点心动 但是最后我权衡利弊 还是放弃 权衡利弊还是放弃 我想再多问一句 您是怎么权衡的利弊 然后又怎么放弃的呢 我想这个东西不太现实 因为我的家都在北方 我也不可能跟他去到南方 去一起生活 这也很不现实 我也是顾虑到亲朋好友的议论 亲朋好友的议论 一种看法 这样做好像不太合适 我自己做出的决定 主动跟他慢慢疏远了 哎呦真的 这个大哥呀 有时候我得说啊 您这个说话呀 不绕的时候又值得让人不开心了 你说跟外头这位女士 您是权衡利弊 那坐在您面前这个前妻 当时还是老婆 她是利多呀 还是弊多呀 她都是权衡利弊的对象 她都不是个感情对象了 您今儿不是求复合吗 您觉得这么说话 她爱听吗 而且关键是我刚刚问的 我刚刚问了一句 我说为什么不离婚 说了半天 哎呀气候不合适啊 别人的看法啊 所有所有 没有一句 就没有一句是因为你妻子呀 对呀 您这说话忒不着老婆喜欢了也 但是这件事情 我始终没有越界 她说怀疑我 跟这位女生由何如何的 只是她的单向猜想 你动心了 大哥你刚才自己都说你动心了 这样吧 可能李先生 在李先生的概念里面说 觉得哎呀 反正只要我没我没越界 对吧 我没有发生什么 不该发生的关系 我就算没有背叛婚姻 是吧 这是李先生的想法啊 是我觉得这个话题 让对方给带偏了 他一开始就确定了我是出轨 那么这个定义是不够准确的 我就算跟女方谈了什么 但是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我自己把它做了一个急杀策 管道我们应该感激你的高峰亮节了 您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我知道在没有离婚之前 那样做是不对的 所以说我自己就踩刹车了 那你为什么要说被带偏了 我们偏到哪去了呢 我不太懂 应该就是围绕着怎么离婚的根本原因 离婚的根本原因 我想问的就是这一个 刚才说带偏 我觉得是你想把我们带偏 因为离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你说是因为小孩烫伤 烫伤 烫伤以后过了15年 他才提出离婚来 而且是在发现了这些照片什么之后 你认为他15年之后 是因为我15年前把孩子烫伤了 这个15年我一直内心受着煎熬 最后我挺不住了 所以我要跟你离婚的吗 还是他觉得就算你刚才讲的 他误会你了 他就错误地认为你出轨了 所以他才离婚了 就换句话说 你认为他提出跟你离婚 不管这个理由是对是错 他跟你提离婚的原因 是因为他误会你出轨 还是因为他对于儿子的受伤内疚 两方面都有 主要还是他认为我外面有人了 那就是啊 我认为这是一个误会 对 误会是误会 好 就算你说的是误会 但是他离婚的理由不是你说的呀 所以是你在想把我带到说 他离婚是因为他把孩子烫伤了 他觉得内疚 我们原来以为是这个意思 结果一说15年以后 我们觉得这个内疚的时间也长了点 然后再提出来说 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觉得在讲的时候 最好都是能够实事求是一点 李先生呢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现在在讨论10年前的离婚 以及去追究 你到底是真的出轨了 还是假的出轨了 我想说一句啊 懂的人都懂 大家都是过来人 有没有证据 事实上我们这里不是法庭 关键是对于你的前妻来说 他更不需要什么证据 我相信一个女人 更相信的是自己的直觉 今天如果你想来求复合 我觉得当初的这件事情 如果你没有一个开诚不公的交代 我估计我们可能很难往下推进 当然了 我们没有什么权利 或者我们没有什么本能力 说让你来承认什么 但是我还是讲这一句话 李先生 关键不是我们能不能把你带偏 还是我们会不会把这个节目的走向带偏 关键是你自己有没有走偏 你今天来 如果真的是想求复合 刚刚你的妻子也说了 是因为之前二十几年里面的伤害 让他不想再跟你供需前缘 那么能不能把之前的所谓的那些伤害 把它解释清楚弥补掉 这是个关键 您那个说法有误区 实际上呢 并没有发生什么 也不像你想象的 这个我替您说吧 大哥是这样 我替您说吧 您还是刚才那一套 有误区 我没有具体行为 是吧 不是还是这一套吗 大姐我建议您啊 儿子今年多大了 三十多了 三十多了是吧 这是您儿子亲爹 就是今天咱们不管能不能续前缘 他以后还得给儿子当爹 我们其实都明白了 但是呢 对于儿子的亲爹 你得给他留个后路 你二十岁那年 父母离婚 如果他这亲爹就认了 他以后在儿子面前不好做任 您二位是不是复婚 是您二位的事 他复不复婚 他都得给儿子当爹 他都得给第三代当那个爷爷 咱不管他可不可爱 所以呢 我知道他为什么打死不认 他得给自己留个面子 留条后路 儿子三十好几了 是不是这意思 他就是要面子 他就是要面子 啥意思啊 我不太懂 他就维护他自己的面子嘛 在儿子跟儿子跟孙子面前表现 他多好多好 我们亲家 到现在都不知道 我们俩离婚了 亲家到现在都不知道 你们俩离婚了 你们离婚了十年了 亲家不知道 就是没跟人家说呀 就是儿子儿媳知道吗 儿子知道 儿媳婦不知道 知道不知道吧 也可能也不知道 那你儿子结婚多久了 结婚有三年了吗 三年了 那你们怎么做到的呢 那就怎么来维护这个 表面的 明明已经离婚十年 但事实上其实 别人看不出来 你们怎么做呢 我不知道怎么操作 就是儿子结婚时候 我们俩一块去的 哦 同时出场 就表演 表演 跟一家人是 亲戚热热那种 就表演嘛 就给人看嘛 不 我觉得一个婚礼是可以的 问题是你儿子结婚三年了 你儿子儿媳妇 逢年过节的 没有上门来过 拜年 你们俩住一块了 现在 没住一块 对呀 那他比如说 儿子儿媳 带着礼品过年了 他们来的时候 就是我们一块去饭店 吃一个饭 他们也不住这儿 那你们有 你们在这段时间 结了婚之后 也有以 公婆的身份 一起去过吗 对 就是结婚时候 一起去过 所以我没办法 就接下来这种事情 前面可能因为 各种各样的原因 可能走动的 不那么频繁 但接下来 想去看看孙子 逢年过节 迎来送往的 可能慢慢 就会发现 不对劲 我觉得这是瞒不住的 是这意思吗 这个李先生 是这意思吗 是 我觉得这个事情 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也没必要 让亲家知道 能瞒多久 瞒多久 好 那我来问一下李先生 那离完婚之后 这十多年 你有其他的情感经历吗 没有 也没有 一直都是单身 对 对 那赵女士也是单身吗 是 大哥大姐 真的挺累的 这到了逢年过节 就得上戏啊 你累不累啊 是这样 就是 所以李先生 你有十年的单身 你们两个人 也就这么过着 也在你看来 其实也顺利地 瞒过了亲家 对吧 有些场合 该出现出现 不出现也没关系 对 那为什么在这个结果也呢 十年了 对啊 就为了看孙 你要真为了看孙子方便 你就喊喊他 你说咱俩一块去 不也行吗 为什么一定要 那个复婚这个说法呢 他一个朋友啊 就是 就最近半年的事吧 就是说追求我吧 追求我吧 我就跟他关系走得还挺近的 他就知道了 他挺生气 他就赶紧 赶紧地就要求复婚了 是你们共同的朋友 还是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 然后再跟您 可能有一些情感上面的发展 你认为是这个事 刺激到他了 对 有这事吗 这个朋友跟我不错 是我的朋友 然后呢 经常到家里来呢 那个时候呢 经常接触 在一起吃饭什么的 他也认识 后来呢 可能是在离婚这十几年当中呢 他们有这个通信网 最近呢 可能是半年的事 有一次这个朋友跟我说 哎 你的前妻 我觉得挺好 我想追求他 跟您说呀 跟我说呀 我说 我说你追吧 我说我们现在是离婚状态 跟我没关系 你随便 我不介意 这么说的 实际上呢 我听了以后 我心里也不是很舒服 毕竟 就算他单人 就在那单人 就说别人追求他 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但是是我的朋友 我就觉得 这又是一个面子问题 就是面子上过不去 不是面子问题 你已经很有面子 你很大度 追吧 祝福你 是啊 别斗了 这叫有面子 现在他这个朋友 要是现在在电视机屏幕前呢 立马就急了 嘿 当面说的好好的 我跟你 我还跟你打一招呼啊 没对不起你 我觉得你前妻挺好 我先跟你打什么招呼 你说我愿意追就追 我这开始追了 你跑为爱转身 跟他求复合去 你不是拆我台吗 你当时 你当面说清楚 你要是不乐意 你要当时你就说 我这 哎呀 我这准备跟我前妻复婚呢 对我不费这劲了 当时没好意思 你做哥们都做得特没劲 你知道吗 这个李先生啊 怎么对你来讲 面子这么重要呢 面子比感情重要 面子比妻子重要 面子比家庭重要 面子比你后半生重要 你为了一个面子 丢掉了多少事啊 今天在这个台上 你还死死地 抓住这个面子 离婚的原因是因为 你伤害了儿子 你累疚 我没有去出轨 没有 你死死地 抓这个面子干什么 抓了这个面子 下了台之后 他是你朋友的了 所以李先生啊 在半年前 你的那个朋友 跟你打这身招呼的时候 在那个当时当下 你有过复婚的念头吗 有过 在之前我就没有过 因为 那在之前有过 对 那你那个当时当下 为什么又说出那样的话 你说了句言不由衷的话呀 你就应该告诉他 你说我其实已经有想复婚了 既然是好朋友 你得讲究那个 仗义的那一面吧 你还仗义呢 你为什么要跑这儿复婚了 你仗义什么 我觉得你那个朋友 比你仗义 对 你人朋友真的很仗义 又坦道 都已经离婚十多年了 我还跟你先打个招呼 他告诉你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让你有优先权啊 毕竟是你的前妻 我现在要追他了 虽然你们离了十年了 但是我还是尊重你大哥的意见 对吧 你说我该怎么做 结果你回答人家说是 你小吹吹吧 还我不介意 大哥 我接下来啊 我这场啊 一直挺护士你的 因为您都六十了 我接下来对您干件不仗义的事啊 您包含啊 大姐您觉得 她跟她那朋友谁好点 大姐您告诉我 您别乐 她那朋友好 她那朋友好 完了你 都哥 就你说还没到什么时候 你就叛变了 就说那事 你朋友干的是比你干的敞亮啊 你这今天又跑来复婚的 因为当时这个朋友 跟我提到这个问题 我没有任何的准备 就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所以说 就表示一种 所以 怎么说呢 所以现在咱是有危机意识了 是不是 也觉得 我都要再不复婚 不再主动一点 该不会我那朋友 就得把我这前妻给追走了 你着急了 我觉得你真追走了 我这个 我这婚就更没法 你这个面子 你这个面子没了 不是面子 儿子孙子就不是原配了 我就感觉到这个不孙子 跟儿子孙子有什么关系啊 他们永远都是 她妈呀 对呀 永远是你的儿子 奶奶呀 那个大哥 我跟你说这么件事啊 第一件事 道歉 对 当年 咱们是论心论计 不论了 当年不老实过 承认 道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告诉你 刚才我问 你前夫好 还是他那朋友好 你前妻坐内面说 看着你说 他那朋友好 说完乐 知道为什么 他说完这句话乐了吗 因为他觉得当场欺负你一下 有趣 他如果还能觉得我当众 我欺负你一下 我踩一下你的面子 我微微一笑 我觉得有趣 大哥你明白吗 你还有救 我要连欺负你 都没有欺负你的兴趣了 你就没劲了 懂吗 你那朋友比你强 人乐一下 就这乐一下 你赶紧抓住啊 该道歉道歉 该认怂认怂 之前呢 我有很多缺点错误 就是在孩子受伤这个问题上 也不全部都是你的责任 我也有错 说重点 我的错误 别说孩子五岁的时候事 说孩子二十岁的时候 那档子事 这档子事呢 也怨我 就是没有尽忠职守 没有忠心耿耿地陪伴你 在之前呢 有一些个想法 但是呢 毕竟没有 量从事实 这一点呢 请你相信 请你原谅 赵女士 听来你老公刚刚的这段 你心意会改变吗 没有 赵女士 听来你老公刚刚的这段 你心意会改变吗 没有 李先生 你知不知道你老婆在乎的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你到底要去做什么 对于他来说才是有意义的 老李啊 老李啊 是这样 再给一个机会 我真心跟你说句话 男人在老婆面前认怂的时候 不用端着架子 也不用留着面子 那是过一辈子的人 你跟他面前 你要什么面子 你试试把面子放下 你要真认准了对面 这就是结发之妻 一辈子到老那个 你还要面子干嘛 咱再来一遍 来来来 别端着 不要面子 这十几年的感受 我一个人 也是很孤单的 过这十几年 为什么在 儿子结婚的时候 向你提出来过 因为我在想 我们刚结婚的时候 过得还是蛮幸福的 我们全力以赴 在抚养这个孩子 所以说今天 无论我以前做过什么 不对的地方 让你不高兴的地方 你这个心结 今天 我当着各位专家 主持人老师的面 向你正式道歉 希望你能原谅我的过去 希望你能相信我 再说点实际的 以后谁做主 以后 我的工资 全归你管 你做主 以后你服不服 服 一直服 全服 好嘞 我那个 还有一套房子 你别说那个 天上你的名字 你别说那个 钱房子我都不需要 对 不提那个 就是服不服 服 服 错了没有 错了 我想问一下 儿子现在对于你们 二位的状况 有什么态度吗 儿子劝我来的吗 本来我不想来的 您本来不想来的是吗 明白了 其实我估计儿子是有压力的 儿媳妇一定早就看出端倪 看出端倪问谁 是问公公是问婆婆 肯定问自己老公 你爸你妈怎么不一块来看咱们家孩子 就这一句话我跟你说 儿子尴尬死了 当初没假装没离婚还好 都装了三年了 据说为了来上这个节目 儿子也给我们节目组发了语音 有些话想跟二位说 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其实我是支持他们复婚的 我妈现在也是自己一个人 然后我妈身体也不好 包括我爸自己的身体也不好 他们在一起 还能帮扶一下 其实之前我跟我妈已经聊过很多次了 就是让她的心态放平和 其实很多事情过去就过去了 事情都是往前走嘛 包括我也是在内 所有的事情不能一直看过去嘛 我也尊重她的想法 最终还是以他们的这种个人意愿为主 就是他俩都有一死复婚 那就复 如果他俩就有一个人死活不愿意复 那我也不强求 我也接受这个事情 爸妈妈 我现在是能过好我自己的生活 不用操心我这边的任何事情 然后我这边的工作也好 生活家庭也好 都可以在我的掌控之下 所以这点不用做任何担心 然后你们俩还是要以 自己的幸福和快乐 以这个作为出发点 然后来自己决定自己 未后未来是否需要陪伴 是否需要一个半对待方面 然后如果需要 那么你们就复婚 如果你觉得不需要 那我不会强求强制要向你们复婚 这是我的一个态度 最后呢 祝福你们 就是能自己过上自己快乐的幸福生活 老父亲老母亲都落下了泪水 其实原本是一个挺圆满的婚姻 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走到了今天 李先生后悔过吗 后悔过 后悔过 赵女士 听了儿子的描述 我们其实有点能够体会到 你虽然离完婚之后 依旧在经受的这个痛苦 为了转身这个舞台呢 我们还是秉承着一个 为自己负责 让更多人幸福起来 这是原则 不是说一定要付 也不是说一定不能付 关键你还是要遵从你自己内心的想法和感受 因为毕竟你们已经离婚了 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说 你们两个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接下来我也希望 两位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真实的心理的想法 为了自己接下来的人生之路 能过得更好 更幸福 更温暖 然后做出你们的选择 好吗 来 在选择之前 来进入到二位的自由陈述时间 之前二十多年 我们生活的 虽然有意虽然摩擦 但是主要的情势 主要的原因 还是在我 没有及时解除你心里的那个结 这一点呢 是我的过错 我向你道歉 至于说今天来到这个平台 我也是真心实意的 这么多年 也是在等待这一天 你能和我破镜重圆 我最后的一步 我现在就得考验你 我不敢买步 我也想何家团圆 那咱们能把最后的选择变为 不是说立刻就复婚 而是说愿意给他一个机会 这个你能考虑一下吗 可以考虑 好 来 接下来到两位的选择时间 结婚二十年 离婚十年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一对已经离异的夫妻 当年因为丈夫的一次出轨在妻子的内心造成了伤害 所以选择了离婚 今天时隔十年之后 前夫想来求复合 经过我们的调解和疏导 我们的妻子 前妻 能不能释怀 来 接下来 二位请听好 倒计十五秒之后 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如果愿意给对方机会 尝试着复婚 尝试着破镜重圆 请按钮转身 如果不愿意 倒计十五秒之后 请离开这个舞台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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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遗憾 李先生 应该说真的 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帮你 但是最终 赵女士还是没有选择转身 终于 十年了使回小性子 有问题吗 十年了使你一回小性子 有问题吗 你不是要面子吗 大哥你现在觉得 是不是特别没面子 面子已经不重要了 哎 面子不重要 服不服 服 追不追 追 追 是吧 去吧 齐了 这就特正常 他给你机会了 快去吧 快去吧 十年一口气 今儿我不把你面子扔地上 赶紧去追去吧 哎 看着台阶啊 六 六十了老哥 看着台阶 哎呦 哎呦 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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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虽然有点出乎意料 但我还是说 为爱转身的宗旨是 让每个人都能够觉得 人间值得 觉得幸福 觉得被爱 那么我们尊重他们所有的选择 我觉得我们这个结局 它不是一个失败的结局 我觉得对他们双方的关系来讲 它可能是另一个很好的开始 我们对于复婚这件事情 本身而言 复婚最重要的不是 我们如何能够迫近重圆 而是我们如何能够不重蹈覆辙 所以我还是祝福他们 我们有理由相信 他们在场下 故事还会继续 无论是以更好的自己 站在对方的面前 还是用更好的自己 去面对未来的生活 赵女士刚刚是在场上 非常勇敢地为爱不转身 但我觉得这个不转身 是非常重要的 只有这次不转身 它的过去 才能够真正地翻篇 它的未来 才能够真正地开始 我没有转身的原因 是因为过去的伤害太大 他在台上表现的诚意 我觉得还挺好的 但是一时半会儿 还接受不了 我觉得还需要一段时间 去平复我心情 再等等看吧 虽然他没有转身很遗憾 但是对于这段感情 我也不会轻易地放弃 感谢专家和主持人 对我的问题及时指出来 我会履行我的承诺 希望他能给我点时间 再给我一次机会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见 感谢您的观看